刚送出来一个快递 哎呀 看看 这里边还有冰了 冻的邦邦硬了 这是老北京的酸奶 这一共是12瓶 我买的是原味的 还有蜂蜜味的 我就爱吃原味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妈妈带我去北京啊 每次去 我就特别爱喝 老北京的这个酸奶 我现在吧 要是喝那个 咱们的牛奶那袋的 或是那个盒的啊 有时候 哎 喝完就没事 有的时候喝完以后 就总得往厕所跑 哎呀 有时候真是的 尤其在外边 改上没有厕所 那滋味啊 大家可能有 有这种体会 但是我喝酸奶 就没有这个问题 喝什么品牌的 什么样的酸奶 我都不会跑厕所 我拿一瓶 给大家尝尝啊 这是原味的 看这个 老北京的酸奶 像不像我们吃的 那个嫩豆腐一样 满满小时候的味道 我特别爱吃原味的 你说现在加入了什么 蜂蜜味的呀 什么茯苓味的 各种那个味道的 都有卖的 红枣味的 我还是爱吃 我小时候吃的这个原味的 嗯 特别好吃 咱们这个盛侠老北京的酸奶 它的保值期只有21天 说明什么 我们这酸奶里边 没有加入什么防腐剂呀 什么科技以狠核的东西啊 我平时啊 除了这样吃 我还特别爱怎么吃呢 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 全麦脆的那个麦片 站着吃 就是这盒 全麦脆麦片 这已经让我吃了不少了 像小金砖一样 看看 这是就和那压缩饼干一样 把那个全麦和燕麦 给它压成了薄薄的 这个小金砖 嗯 全麦脆麦片 蘸上咱老北京的酸奶 这么一吃 真是黄金搭档啊 又酥又脆 加上酸奶的那个酸甜可口 那个味道 特别美妙 你要是不蘸酸奶 直接吃麦片 嗯 就是酥脆 但是 加入了酸奶的那个口感 您一吃 您就会喜欢上它的 嗯 如果您喜欢吃老北京的酸奶 同时呢 又想吃点这个燕麦片啊 这可以当主食吃啊 它是有那个饱腹感的 我把它们的购买链接 都放在我的橱窗里 我也放在视频的下方 方便大家购买